在建教活动中各项仪式均各具寓意,其过程为 以搭坛,在所主办的庙宇前搭内,外坛,内坛在建教期间演密封镜 除道士及建教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均不得进入 其墓地在保持圣地的清洁,外坛则是开放的 二,树增高,树增高是对天神,地址,鬼等,照告 此的举行建教祭仪,并欢迎共相圣举之意 在建教活动的初期,信众已陆续在大街小巷树增高 树增高系已长长的竹竿上悬光明灯,树了多少个灯 就代表该部有几个南丁,灯坑则放制洞,丁,道等物 三,请水,旨在静请水神赐雨圣水,用以清静道场谈雨 四,绕境,在烧王船前后,主办的庙舍也得动员信众徒步绕境 烧王船之前系由全体信众自主办的庙前出发 常列队五号浩荡荡行至外地,侍卫由外境 烧王船后则由内境绕京捷定大街小巷 沿途由各议政表演,有宋江镇,齐镇,跳舞,都镇,十二伯节镇,五湖匠,南管,北管镇等 六,七十个镇头,其目的在祈求神明保佑和尽平安 五,烧王船,整个建教活动的高潮集市烧王船 据了解,烧王船的习俗是延续福建漳州和全州先民的传统 烧王船的典故,其因为古时常瘟疫,在医学不发达时 信徒求签,问话造王船改众将由天府,以驱除病魔 由于在建教日期敲定时必须恭请众神立临侍卫,请王 活动结束后当然也得恭送众神称为宋王 在宋王的当天早上,在主办的庙舍前就已挤满了各地雍鹿的香客 时间一到,王船由数百名致愿为王爷服务的壮丁,手拉大审索 所迁拉王船,缓缓地经过且定路,在沿兵海公路抵达海边 王船行驶的前方由消防水车洒水,先行,进路,象征为王爷开水路 之后由各阵头及民众,相客前呼后拥的,护驾,前行,锁经之处 接到位置拥塞,即进水泄不通,王船托顶定位后 信徒分工合作将天改的金纸,柴,米,盐包,糖包及船上的贵重物品 推置在船上及船边,随即在神教及诸多镇头卖力操演下 王船七火燃烧,恭送王爷出航 同时也祈求王爷保佑渔民在海上能平安,丰收 六火火,俗称踏火,主要是在提高神明的神力 同时有辟邪作用 七普渡,此为建教最后一个祭礼 家家户户百出祭品 普渡天神,地址,孤魂野鬼 对于前来之乞丐,亦散发钱才与他们 整个建教活动亦圆满结束 参考资料 建教祭活动的举行,台湾建教有其完整的建教科仪 很多科仪都极有特色,而且具有深层的意义 一般人所能看到的教祭科仪,除了灯高放水灯等外场的仪式之外 很多属于道场内谈的道士系,大部分的人都是无缘一见的 解连赦罪是大部分建教科仪中所不可少的 科仪目的在为善性们解开冤结 赦免大家的罪过 西方的宗教都认为人是有罪的 强调真主才能赦免他们的罪 死后才能升上天堂 道教也有类似的说法 所以借着教典的科仪大公无私的替善性解开冤结 这项科仪旨在消解仇恨,宣扬道德 平时人们一积愿结仇的这三十六节 因此科仪中流道士轮流宣读平时 平时罪易结怨的这三十六节 随败人员道士前导 每读完一段则绕场或教坛一圈 走到水边丢一块铜板到水中 以示该结院化解而开 直到所有的结读完 道士取出称 称勾上绑有活结黑砂线 分别拉一线头活结解开 以示过去的冤结完成解开 这是教祭中十分重要的一项科仪 三十日晚上七十起总坛的 妈祖庙人群聚集 共计有两百人参加 历时三小时之酒坊在宋独集三贵酒扣中结束 教祭的解联社最科仪共进行二十四个剧主持 本次的建教科仪的通印坛波道场表示 这项科仪有进行七十二节 二十四节及三十六节等 依教点规模大小而定 一般而言 只有项大规模的教点才有做到三十六节 一般三朝五朝之教都是十二 二十四节比较多 参考资料 HTTP报号双斜线61221.992000分之110 December01斜线Dog斜线GiltHTN 总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